因为我一直是觉得 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 只是被命运这只大手 这个取到了不配有的高度 所以说心里 真的 诚惶诚恐 虽然我知道有一天 我肯定会从 这个重心捧月中 这种高处 一定会跌到尘埃 这是必然的 但是呢当你 到达这种高处 真的有那种 不配的感觉 因为你只是一个 非常非常普通的人 你有普通人所面临的挑战 你有普通人的恐惧 你有普通人的软弱 你有普通人的幽暗 你每天都经历着 各种普通人的增长 只是你现在拥有的 你所不配拥有的一切 我时常觉得 很多东西都只是借来的 很多你不配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借来的 但是人呢 当借了一个东西之后啊 他就想长久的拥有 比如说 沾山借给李氏 一部500万的豪车 李氏开了一年 他就想把这部车账为己有 那这其实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这肯定构成犯罪啊 他是请占他人财成 那到底定盗窃罪 还是定请占罪呢 那这可能呢 在法律中呢 他肯定是有了定性的 但事实上呢 你会发现 人的贪婪就在 你想拥有 你不配拥有的东西 病运借给你的东西 终究有一天 你要还回去的 你要把这些东西 交给下一个人 它并不是你配 长期占有的东西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能够得到 病运的这种馈赠 虽然我真的的是 有的时候 还是会很焦虑的 因为你真的是 会很惶恐的 你真的是不配拥有 这一切 你并不配拥有 那么多的掌声 你也并不配拥有 那么多的点赞 你看现在居然 还有同学在给我点赞 这个乘以一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打赏 大家不要给我打赏 因为没有必要 大家如果打赏的话 去给更加有需要的人 去打赏